蔡元培先生出生於1868年1月11日 他是浙江小慶人 也是著名的學者 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 蔡元培先生17歲考仲秀才 23歲考仲舉人 24歲考仲俊士 被受為漢林苑樹吉士 28歲去北京應省冠考試 由樹吉士稱為漢林苑偏修 如果這場住古代傳統事址的努力目標 他大可以沿著這條既定的試圖邁進 但面對時代具變的認知和抉擇 他卻選擇了另一條自然不同的道路 1898年秋天 謀宿扁發失敗後 清政府殺害了他所崇拜的譚志堂 令到他身份清庭政治改革無可希望 斷然離開在漢林苑南下 任兆郡中西學堂總理 即是現在的兆慶史第一中學前身 他提倡新學 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1900年的秋天 因為不滿守舊派的反對和校董的干涉 所以就選擇了辭職 後來他中兩道去了德國留學 學習西方文化 蔡元培先生曾經提起 政黨不能上壓政權 往往不出數年便要跟跌 若把教育權交予政黨 兩黨跟跌的時候 教育方針也要跟著改變 教育上沒有成效力量 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政黨之外 可見他對教育的熱誠和重視改革的決心 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1月4日就任北京大學校長 登品專門學者 提倡自由主義的科學研究 改革北大領導體制和學科 學科設置 創辦科研機構 提倡平民教育 守行男女同校 他主張教育應該注重學生 反對外板僵化 他還提倡實理主義 健康教育 人格教育等身的教育觀念 他的教育模式生命 不拒一格 教育思想靈活 兼容並包 不會因為學術爭議而排斥其他人 反而廣泛地吸收其他人的長處 他曾經說過 教育者 養成人格之事業也 蔡元培先生治理不大最突出的特點是 採用思想自由 相容並包的方針 他提倡學術研究自由 主張無論任何學派 只要持之有故 然之成利 又會給機會他自由發展 無論學生還是老師 不分身就 即使主張不同 他們一樣可以共存 令到大家都可以有自由選擇的機會 而今年元培節開幕禮的主題是收記 收記的目的是在於令到自己具備實踐品德的素養 蔡元培先生希望大家不斷進修 物自暴自棄 物自欺自無 他提倡個人收養應該兼顧體 自得 享受權利而履行義務 以堅引之力實現高尚的人生理想 與否可以配合 你對付這樣子 gyven修 真正有